朋友们好,这期继续讲《喜欢回香》第64篇,喝了一口,牛奶的那种善味已经全部消失,而且被中药材的掩盖后,反而散发着淡淡的清香。 没有特别浓郁呛鼻的味道,也没有粘稠的滋留感,也不是纯净水那般没有任何感觉,口感就是柔顺自然。 徐方简单地品尝,便觉得这款营养品口感绝对有市场竞争力,而且营养上绝对要超过普通的营养品。 更重要的是,虽然算是保健品的范畴,但这营养品没有任何副作用,完全就能把它当成一款饮料,哪怕平时解渴也行。 按照市场上一瓶250毫升的容量来计算,这一瓶的成本,如果批量生产的话,应该在三块左右。 这个价格相较于其他保健品而言,成本也还算可以。 以现在营养品的行情来看,这一瓶奶制品的价格,绝对要在50元以上。 而能有这种雄身奶营养价值的,价格还要在高级分。 听起来价格很贵,但以每天一瓶的量来算,这营养品一个月的投入也就1500元。 虽然对不少家庭来说,这是比不小的开支,但对于绝大部分家庭来说,为了孩子的学业,这些钱还是相当愿意花的。 这也是为什么学生和家长的钱都比较好挣的原因。 这种市场需求下,营养品市场也极为混乱,一些不法商人为了谋取暴力,往往还会用伪劣假冒产品代替,让这个市场进一步混乱。 而那些不算太坑的营养品生产公司,也会十分卖力地宣传,形成他们的口碑。 等人们都只信赖这款品牌的时候,他们便由底气开始抬价。 徐芳虽然是商人,但他内心一直很清楚,有一天他可能不在经上,但一身医术却要一直留下。 他是个中医,一生都要治病救人,玄乎济世。 而这些学生,则是上面未来的栋梁,如果能因为价格低一些而能给社会做出巨大贡献,这点钱徐芳还是很乐意不赚。 营养这块,徐芳还会继续试验,尽可能增加多一些的营养。 价格将会尽可能地降低,徐芳心里的预估,每瓶十元倒是个很合理的价格。 一直忙活到中午,徐芳不断地调整美中药材的用量,才初步定下了这款营养品的各种参数。 等下午回来再测试几次,这款产品就可以送到检测机构来检测了。 下午,徐芳吃过饭后也没休息,重新投入到了工作中。 在不断反复的测试中,终于有一个比例配方让徐芳心里无比地满意。 将各种材料的用料仔细记录下来后,徐芳才满意回了家。 中午徐芳也没来及做饭,就让杨莲自己准备,而晚上解决了生意上的大难题,徐芳也有心情下厨了。 杨莲今天买了不少食材,各种肉食蔬菜很齐全。 徐芳做了两菜一汤,两人吃得很是尽兴。 今晚,杨莲依旧和徐芳混在了一起,又一次折腾到了深夜。 第二天,九点,徐芳吃过早饭后便和杨莲一起朝乃厂赶去。 之前跟乃厂的工人就有约定,今天是让大家来签劳务协议的日子。 到了公司九点一刻,徐芳之前约定大家在上次那监控的会议室集合,等到了的时候,才发现工人们都已经来起了。 徐老板早。 看到徐芳进来,正在聊天的工人们立刻收起了言语,全都目光,殷切地看着徐芳。 先不说这年轻的老板能力如何,光凭每个人都长一千薪资的待遇,就足够拉拢这些人的心。 辛苦大家了。 徐芳跟大家打着招呼,让大家都站好后,才听了清嗓子朗声道, 咱们现在的厂子只是暂时的,新工厂会在近期启动,也会在附近修建。 现在,咱们工厂的规模还是小,咱们以后的工厂,可能要比现在的规模大一百倍,一千倍,甚至一万倍。 这也说明,以后大家的工作,也会越来越忙,但这也保证了一点,只要你们认真负责, 公司就一直能为你们提供工作岗位,付出与收获都会达到正比。 现在我详细说一下,咱们的工厂以后到底要做什么,以后究竟要做哪些工作? 听徐芳要颁布工作,工人们也都宁神静听。 咱们以后生产的是营养品,以鲜牛奶为基础原料。 鲜牛奶选用的是桂兴奶牛厂生产的牛奶,他们就在隔壁镇上,如果有了解的人应该知道。 他们对外的价格是十几块钱一斤,所以咱们生产的东西,绝对是安全高质的。 工人们都一直做这行生意,附近几个镇上的奶源价格,大家自然都清楚。 张桂兴那个奶牛厂虽然新建时间不长,但规模非常大,他们自然都听说过。 听说确实有人愿意用高价购买,但还是被张桂兴拒绝了。 没想到那高价奶源,竟然被他们老板给拿下来了,虽然这跟他们利益没有半毛钱关系,但一种公司荣誉感却是油然而生。 徐方继续道,咱们公司名字叫粤海村乳液有限公司,产品品牌的名字叫香雪。 咱们目前只生产一种奶制品,配方已经有了,咱们以后的工作,就是引进鲜奶,制作奶制品,包装。 流程跟以前相差不多,但各项流程都会更正规化。 现在我分配一下工作。 咱们现在一共两条流水线,卢雄、张大山,你们两个各负责一条流水线机器的启动、检修。 秦正宁、秦畅,你们两个负责奶源的储存。 张大和、秦阳、王美玲、纪丹丹,你们负责收集装品后的奶制品装箱、达玛等工作。 杨莲,你作为前台经理,代表咱们奶厂的第一形象,平时行为举止都要得体,都明白没? 徐芳大声问。 明白,众人齐声回答。 徐芳点点头,温和道,那咱们现在就签订劳务协议吧,十二天后咱们开始生产牛奶,五天后大家就来正式上班吧,到时咱们整体清扫下咱们工厂,收拾收拾准备开张。 找出之前自己拟定好的劳务合同,在打印机上打印了几份后,让工人们挨个填写后,这张协议也正式生效了。 将大家的劳务协议全部签完,徐芳便让大家回家休息。 等大家都走后,徐芳拿出手机,给林湘雪打了个电话过去。 电话很快被接通,林湘雪慵懒地声音传来,徐芳,现在才想起来给我打电话。 手头的活刚忙完,在家想我了没,徐芳笑问道。 有点。 林湘雪大大方方承认了句,道,过两天我过去找你。 徐芳心里一个咯噔,自己还住在杨连家呢? 当即道,行,来之前跟我说一声,这边住的地方不好找,市区离这边有点远。 行,你什么时候回来?林湘雪问。 等这边公司正常运营,我就回去。 徐芳给了个答案,还得半个月吧。 那我这两天过去找你,对了,你找我啥事?林湘雪问。 咱们的奶制品马上就要生产了,外包装还没设计,你找一些设计师设计下外包装。 这批奶制品的容量是250毫升,咱们的外包装是什么形状,印制什么图案,都要设计妥当。 品牌名字用的你名字,香雪。 公司是粤海村乳业有限公司。 徐芳说出了要求。 讨厌,用我名字干嘛。 林湘雪称了一句,心里却是一天。 谁让你名字好听呢? 徐芳悄悄拍了个马屁。 算你识相,行,我这边就找人设计了。 林湘雪将这火揽了下来,让他们加班加点赶一赶,后天差不多能出来了。 你在那边要是没事就回来一趟,姐给你报销机票钱。 遵旨。 徐芳拉了个唱腔。 德姓,对了,你们粤海村之前的村长厉害了呀,为谢氏集团效力后,苏这大酒店的营业额水涨船高,再过一段时间,恐怕就要回到之前的营业额水平了。 林湘雪顺嘴提了一句。 对咱们没影响吧,徐芳问了句。 我们走的是高端路线,他们走的是中高端路线,相对来说,在当次和名气上不如我们,但如果任由他们发展,在利润上,他们赚的钱,恐怕不会落后我们太多,有这么一个对手,终究是一个潜在的威胁。 林湘雪分析道,那就暂时放着吧,钱是大家一起赚的,我们能做到一家独大就好。 徐芳温和道,远在青云市的林湘雪,此刻正坐在阳台,慵懒的脸上露出一道狡黠的笑容。 苏声道,一直被一个强大的对手盯着,心里不舒服,我这有个办法,可以把他们打下去。 只要我们开一家新酒店,档次也定位在中层收入人群,凭借咱们的口碑和饭菜口味,不销三个月就能把他们全部打掉。 徐芳心里一突,现在苏这大酒店跟秀兰大酒店竞争,唯一的优势就是价格。 如果价格上也没有优势的话,苏这大酒店真是没法生存了。 如果苏这大酒店还是以前的酒店,那徐芳还真不怎么在意。 但现在那边的掌舵人,却是郑秀兰。 徐芳已经伤害过她一次,实在不想再伤害第二次了。 算了吧,太折腾,咱们努力把酒店做好,让他们永远追不上我们脚步就行了。 徐芳否定了林香雪的想法。 之前你可以是要把谢氏集团都给端了的,现在怎么又要放过他们? 是不是中间有什么事啊?林香雪念叨叨。 徐芳文言吓了一跳,急忙否认道,这怎么可能? 有时间你去跟郑秀兰聊聊,咱们这边企业很多,也能给她一定的支持。 不管是发展前景还是待遇,都可以比谢氏集团提供的好。 林香雪说了句话。 徐芳此刻苦笑一声,这哪里是待遇的事儿? 之前不给郑秀兰钱,郑秀兰都愿意给她打理生意。 这女人哪里会在意这玩意? 郑秀兰之所以选择去谢氏集团,很大的原因就是想跟徐芳置气。 但此刻徐芳还是答应了下来。 行,我这次回去找她聊聊。 挂了电话后,徐芳也叹了口气。 怎样才能让郑秀兰回来? 徐芳也有些头大。 但这事也急不来,徐芳想了想,反正没什么事,想着以后可能还会经常来内蒙。 不如买个代步工具,打定主意,徐芳便出了工厂,朝车站走去。 到了地方,徐芳就看到一辆破旧的小汽车停在路边。 心中一喜,这车应该就是跑出租的了。 走过去,还没等徐芳敲车窗,车窗就先被摇了下来,一名中年男子笑呵。 呵问道,小伙子,打车呀。 徐芳直接钻进车里,道,去市区。 去市区得二百六。 司机报了个价。 成。 徐芳很爽快地答应了。 看徐芳答应,司机点点头没说话,开车带徐芳朝市区赶去。 如此两小时候,就看到了市区的影子。 小伙子,在哪下车呀? 司机问,附近有没有卖车的地方? 徐芳反问了句。 你要买车,司机看着徐芳问。 对,在这边出行不太方便,买辆车也方便点。 要买什么牌子的? 司机问道。 也没特别喜欢的,平时用车的地方不多,但最好是越野车,价格十五到三十万之间都行。 徐芳说了个要求。 这边进的有个齐骏,一款能开的越野车,二十万完全可以。 司机帮忙推荐。 在这边,徐芳也没太大要求,笑道,成,那就去那吧。 卖车的地方离这边不远,司机朝前开了十几分钟,就看到了齐骏的点。 下了车后,徐芳走了进去,立刻就由导购迎了上来。 徐芳很简单描述出自己需要的车型,很快导购员就给徐芳推荐了一款越野车,价格二十二万。 现在付款,今天能把所有手续走完吗?徐芳问道。 没问题,我们全权代理。 导购员立刻保证。 徐芳也没犹豫,这车肯定比不上林香雪送她的豪车,但代步的话绝对够用了。 下午六点,这辆车的所有手续都被办妥当了。 徐芳对这车还算满意,开着车回了镇上。 接下来两天,徐芳开着车在草原驰骋。 这边冬季虽然天气寒冷,但天空蔚蓝,地势空旷人少。 把车速提起来后,那种风驰电视的感觉很让人舒适。 第三天上午,徐芳终于接到了林香雪发来聊天消息。 徐芳,乃制品包装? 瓶已经设计好了,你看看,这款行不行? 徐芳打开了林香雪发来的图片,看到了这款营养品的设计包装。 营养品的包装盒是纸盒,总色调是雪白色,瓶身是个正方体, 而上面则是一个屋顶的塔状。 盒子走的简约风格,没有花里胡哨的图案,就是在底部有个图, 天空下着小雪,一只小奶牛在草地上嬉闹。 正面其他地方除了印着名称外,其他就写了几个字, 流行于古代皇家的营养配方。 看着这个简单粗暴的介绍,徐芳心里一动,嘴角微微一扬。 眼瞼一盖,吸人眼球,确实是不错。 既然盒子已经确定,徐芳也不再犹豫,穿好了衣服,准备出门。 徐总,你去哪里?看徐芳出门,屋内的杨莲好奇问。 去一趟市区,你去不去?徐芳问。 好,杨莲也没什么事,跟着徐芳出了门。 坐在车上,杨莲心里美滋滋的。 虽然徐芳之前就确定了让她留下来继续上班, 但也没您说薪资多少。 但在前几天签协议的时候,原本自己两千的工资, 直接被徐芳提到了六千,比那些奶厂工人的待遇还要高不少。 去市区做啥呀?杨莲问道。 定做一些瓶子,咱们马上要投入生产了,奶制品总得找个东西装吧。 徐芳笑道。 这个市区应该有做的。 肯定的呀,这么大的事,要是没做这个的,那么多企业还过不过了。 徐芳翻了个白眼。 徐芳车技很好,而且这边公路车少,一小时出头,两人就到了市里。 找出手机导航,很快徐芳就锁定了一家包装定做厂。 这地方一般都在市区有店面,徐芳定位妥当后,就直接把车驶进了市里。 半小时后,徐芳就来到了这家店铺前,看着这靠近市中心的地方,而且装修也还不错,想来是个实力还不错的企业。 进门后,立刻有营业员迎了上来,看着徐芳热情道,欢迎光临,两位是想定做包装吗? 徐芳点点头回应,对,牛奶瓶你们能做吗? 完全没问题,材质需要什么样的?有玻璃、陶瓷、纸的、金属的,都可以。 营业员很爽快道,纸的就行,跟这种材质一样。 徐芳从兜里取出一瓶牛奶递了过去,这纯牛奶是国内比较知名的品牌。 营业额看着徐芳递来的瓶子,疑惑问,要质量一样对吗? 对,这种质量能做吗?徐芳问。 当然能,但这款牛奶的盒子质量比较高,价格相对来说比较贵,不知先生能订购多少。 营业员好奇问。 徐芳想了想到,没有数量限制,以目前的水平来说,一年打底一亿个。 营业员文言吓了一跳,吃惊地看着徐芳问,先生,您开玩笑的吧? 没功夫开玩笑,你们给我个报价吧,如果合适的话,咱们可以签合同。 徐芳很笃定道,先生您稍等,我去请示下经理。 这名营业员显然没接过这么大的单子,给徐芳和杨莲倒了杯水后,立刻朝屋内走去。 不多会,一名肥胖的中年人就走了出来,看着徐芳热情道,先生您好,我是这里的经历刘希,咱们屋里谈。 徐芳点点头,跟着刘希一起走了进去。 落座后,刘希亲自给徐芳和杨莲添了杯茶,笑道,敢问怎么称呼。 徐芳?原来是徐老板,我刚听小赵说,您想定制奶盒,不知数量这块的需求,刘希咒没问。 暂定一年一亿只,因为我们用的也急,所以想先看看你们的制作能力和报价。 刘希微微点头,诚恳道,徐老板,一年一亿只的数量不少,平均下来,每天就需要接近二十八万只。 我们加大,规模生产的话,每天能保证三十万只的数量,您对这个速度感觉怎么样? 现在还不能这么算,前三个月的话,我们每天的需求只有五万,三个。 月后我们的需求会大大增加。 徐芳说出了目前的处境,我们工厂现在搭建中,三个月后才能大批量投入使用。 那这个绝对没问题,我们绝对能保证数量供给及时。 刘希给出了答案,继而给出了报价,虽然前期需求少,但如果咱们能长期合作的话,前三个月我们可以零利润与你们合作,价格这块绝对可以最低。 不知徐先生需要设计什么样的盒子。 徐芳找出优盘递了过去,道,具体设计思路是这样,您看一看。 刘希将优盘放入电脑,打开后找到了盒子的设计图。 当看到盒子的图案后,刘希不禁赞叹了一声, 李,这盒子漂亮,专门请高手设计的。 徐芳笑了笑道, 我说呢,刘希点点头,仔细看了看这个盒子。 虽然包装盒的图案设计得漂亮,但只要印刷上去就行,盒子结构不复杂,将尺寸看清楚后。 刘希找出计算器算了几分钟,终于抬头看着徐芳道。 徐老板,如果你们今年需要一亿只盒子能写进协议里,前期需求少,咱们也按统一的定价算。 一只最低能到两毛一,包括盒子和吸管。 一只两毛一,这个价格不算贵,不过徐芳仍多问了句,价格没法再低。 刘希苦笑一声道,徐老板,就因为我想跟您合作,所以直接报了最低的价,您可以对比下其他价的价格。 如果感觉一亿只盒子写进协议有压力,那咱们前期合作的盒子价格还得再高一倍多。 两毛一的价格和徐芳预期差不多,点点头到,那就写进协议吧,我也不多问了。 对了,除了这个外,我们还需要盛放的箱子,箱子的规格和要求也都在优盘里。 还有其他生意,刘希心里一喜,急忙打开了另一个文件。 打开后,这是个纸箱子的设计图案。 徐芳这款产品,本就打算成箱卖,一箱子能放16瓶。 箱子的话,需求跟奶盒同步的,前期的话,一天3000出头就可以,但总数一年得600多万只。 徐芳说出了数目。 刘希看了看大小规格,材质需求后,又用计算器算了半赏,才长吐了口气,给出了价格。 徐老板,我也不忽悠你,您这箱子硬度要求很高,价格相对普通的纸箱价格也有一定上浮。 我这边也给你按最低的算,一只两块钱,您看看合不合适。 这些价格,徐芳自然没意见,点点头道,成,那就这么定了,你们这有现成的合同吧。 有有有,刘希从抽屉里取出两份合同,笑道,徐老板,您看看这协议有什么问题没。 具体有哪些是重点,徐芳根本没打开协议。 刘希知道,徐芳是明白人,自顾自翻开合同,指着一触道,这里咱们要交付一定的定金, 这里要写需要的数量,如果您毁约的话,需要赔偿我们一定的钱。 如果我们没达到您这边的要求,我们也会有相应的惩罚。 既然咱们要合作,那就把惩罚的力度定得大一些,这样咱们也都相互制约下,怎么样? 徐芳问,没问题。 刘希对此大喜过望,他们这个场子只要一直开,就永远不怕客户的需求大。 唯一怕的一点就是没生意,对徐芳说的要求,她自然巴布的。 对了,你们先做个样品给我看看吧,咱不能稀里糊涂就签了。 徐芳忽然想到了重要的一点。 刘希此刻也一拍脑袋,倩然道,你看看我这,一激动也给忘了。 徐老板着急吗?我们现在就可以制作样品。 多久能做好? 徐芳问。 两小时,刘希给出了时间。 没问题,你们先做,做好给我打电话。 徐芳将自己名片递了过去。 好嘞,我们尽快,刘希爽快答应。 还得有两个小时,徐芳也没别的事,便带着杨莲一起逛商场。 这边虽然地势偏远,但经济其实还算繁荣,各种商品品牌应有尽有。 到了商场,徐芳也没心情逛,让杨莲在一旁看着,她则拿出手机给刘海莲打了过去。 电话很快被接通,刘海莲很有质感的声音传来,徐芳,你找我。 海莲,你在忙什么呢?徐芳笑问道。 年后了,整顿整顿,准备接其他的活干干。 刘海莲说出了自己规话,内蒙古这边你有朋友吗?我想在这边建个奶制品工厂。 徐芳说出了自己需求,建工厂,这个我们可以带人过去做啊。 什么时候需要?现在需要的话,我这带人过去做设计图,做好后把王岐调过去就行。 刘海莲听到有活干,立刻来了精神。 可以啊,你过来之后跟我说一声,我这边安排安排。 徐芳立刻道。 正好这两天没什么事,明天我就过去吧。 刘海莲振奋道。 好的,到时我去接你。 徐芳笑道。 对于刘海莲要过来这事,徐芳心里也有些感动,刘海莲的技术她很清楚。 在建筑领域绝对是首屈一指, 现在的刘海莲,时间那可是十分宝贵的。 还能为了徐芳这点小工程,煞费苦心,确实是把徐芳看成很重要的人。 挂了电话,徐芳心情大好。 而杨莲也看中了两件衣服,徐芳也没犹豫,直接帮她付了款。 又逛了会徐芳的手机就响了。 看着来电显示是当地的陌生号码,徐芳心念一动,就按了接听。 徐老板,我是刘希,您要的样品都设计好了,您方便地画过来看看。 刘希的声音从话筒里传来。 对此,徐芳没有意见,笑道,成,你等我十分钟,我这就到。 挂了电话,徐芳拉着杨莲朝商场外走去。 开车来到了包装订做厂,刘希早就在店里等候。 看到徐芳过来,刘希也明显松了口气。 她还真怕徐芳只是闲得没事,过来跟她扯会啤酒走人了。 徐老板,您请进。 刘希招呼着徐芳朝办公室走去。 徐芳点点头,带着杨莲跟刘希一起进了办公室。 您请看。 刘希指着桌子上的盒子道。 这次的样品,除了瓶子之外,竟然顺带着连包装箱也都做了出来。 徐芳拿出纸瓶子看了看,外面的印刷很精致,甚至还专门设计了类似浮雕的纹理,拿在手里很有质感。 将包装撕开后,徐芳仔细看了看材质,感觉也还可以。 笑道,还可以啊,这个是手工做的。 对,半手工半机器,如果徐老板看着满意,我们就开始机器开始批量生产。 刘希点了点头。 徐芳又看了看包装箱,看着确实很高档,笑道,就这个质量吧,协议呢?咱们签字。 好嘞,看徐芳同意,刘希顿时眉飞色舞起来,快速拿过协议递给了徐芳。 徐芳简略看了看协议,发现没其他合同陷阱后,很痛快签了字递了过去。 刘希找出公司的公章盖了之后,双方的合作也正式确定了。 徐总,等货好了,我给您发过去,您留个地址。 刘希招呼道, 如果你们生产速度比较快的话,前期可以一周送一次货,如果我们消耗比较快,那就得麻烦你们频繁送货了。 徐芳温和笑道,我们巴布得能天天送货,哈哈。 刘希打趣道,离开了包装订做厂,徐芳开车带杨莲回了镇上。 因为明天刘海莲要来,徐芳也暂时从杨莲家搬了出来,镇上的旅馆一般都不太卫生。 徐芳在附近稍微打听了下,便找到了一处民宅对外出租的地方。 过了几个人,将房间全部打扫了一遍, 徐芳又在镇上买了新的被褥和生活用品,便等着刘海莲等人的到来了。 第二天上午,徐芳便去了当地的土地规划局买了一块地皮。 虽然这边的地价便宜,但之前这个奶厂的面积其实不小,只是厂房的面积不大。 徐芳就在旁边又滑拉了十亩地。 等刘海莲来了,直接把之前没利用的地方整合整合,多建一些车间就是了。 下午,徐芳则开车去了机场。 一直到三点,刘海莲才带着王岐和锦宁施工员出了机场。 几个人虽然穿着羽绒服,但此刻站在外面仍然动得哆哆嗦嗦。 徐芳这辆车肯定坐不下,只是让刘海莲和王岐坐了进来。 其他人则打车跟在徐芳车后朝镇上赶去。 车内,刘海莲将暖气开得足足的,半天才拉开了羽绒服的拉链,感慨道, 早知道这边天气冷,但谁能想会冷到这程度。 这马上开春了,过些日子就好了,这几天也恰好全国降温。 徐芳笑道, 称,有住的地方吗? 刘海莲问道, 我租了套民房,里面有三间能睡觉的地方,你俩住进去可以,但你那些手下条件就艰苦些,得住旅馆了。 徐芳解释道, 王岐文言笑着说,这没问题,平时工地帐篷都能睡,有旅馆也不错。 称,咱们待会找个地方吃个午饭,明天再开始工作吧。 徐芳提议道,等咱们到地方,再收拾收拾,天都黑了。 那行,一切你安排吧。 刘海莲对此没有意见。 到了镇上宾馆,徐芳把后面那两辆车的车费付了,然后让那六人住进了宾馆。 这旅馆房间不大,所以徐芳也没小气,干脆就一人一间,这一下六间房租出去,老板都没开眼笑,对徐芳很是客气。 等几人都收拾妥当,徐芳带几人来到附近的饭馆,点了一桌菜。 这边饭馆的荤菜一般是牛羊肉,而且肉都很新鲜,看着很丰盛。 等大家吃过饭后,徐芳让这些人回宾馆休息,她则带着两女回了自己租的民宅里。 虽然,昨天才租下来,但徐芳过了几个人清洗之后,房间内也很利索。 被褥都是新铺的,而且每个房间还配了书桌椅子,甚至空调都给新装上了。 热水壶,台灯,茶杯等生活用品也一应俱全,虽然房间内之前就没怎么装修,但好歹干净卫生,住着安心。 不错啊,看着屋内的环境,刘海莲很是满意,跟家里没法比,将就两天回去。 看两女满意,徐芳也放下心来。 有网吗?王琪问了句。 有,昨天才装上,我告诉你们密码。 徐芳让两女连上无线网后,便让两女休息去了。 第二天一早,刘海莲、王琪和那些施工员们吃过饭,在徐芳的带领下来到了工厂。 林香雪坐在徐芳车里,让徐芳带她转悠了一圈,刘海莲思考了片刻,找出笔在本子上画个长方形,边画边说,我看了下你们工厂,面积其实很大,但中间这么多土地都没利用上,完全是浪费资源。 加以改造的话,加上你又滑拉的十亩地,完全够用了。 徐芳点点头道,对,之前的土地资源确实没利用好,我也考虑过这个愿意。 也没买太大的地方。 那我重新规划下这片地方,等规划好了再联系你,大体上是不影响你生产产品,又能快点改建。 这样好。 徐芳伸出大拇指赞叹道。 刘海莲也没含糊,让其他施工员去测量放线,她则进了工厂,看了看厂里的设备和布局。 咱们以后的生产设备,跟这些类似吗? 刘海莲问道。 差不多是这样,但肯定还要更先进一些,具体的机器是这样的。 徐芳打开手机,把自己先前看中的一些机器找了出来。 这些机器更好,到时大部分要替换下来。 有具体尺寸吗?刘海莲问。 有,尺寸都在我电脑里,等待会我都给你。 徐芳笑道。 没问题,那咱们回家吧,他们测量放线也都很快,等那边的数据都出来。 我这边专门给你设计一个先进的工厂出来。 刘海莲自信道。 对刘海莲的能力,徐芳自然不会怀疑,到了生谢开车,带刘海莲回了家。 那几名工人,做事效率很高,一上午的时间,就把所有数据都测量了出来。 刘海莲拿到数据很满意,吃过午饭后,对王岐招了招手道。 小王,你带着大家去招一些工人。 待遇这块,跟这边薪资水平持平,或者高一点都无所谓,咱们过几天就开始动工。 好嘞。 王岐领命后,也带着工人出去招人去了。 刘海莲则回到自己房间,开了空调,开始构思设计图。 一直到第二天下午,刘海莲才把徐芳叫进了自己房间。 徐芳进来后,看着一脸疲倦,眼里又有些轻松的刘海莲, 心里不禁一动,笑问道,柳大美女,都坐好了。 嗯,你过来看看。 刘海莲招呼徐芳,坐在她旁边。 等徐芳过来,刘海莲指着电脑道, 你看看,一共二十亩的面积,咱们最好能有三分之二的地方能直接利用。 我打算在这头先建车间,等这边的建好后, 你们把生产线转移到这边来。 我们再改建其他地方,总的来说,三个月能给你改建完成。 听到刘海莲的提议,徐芳很是赞同,看着上面的设计图,确实都很科学, 点点头道,不错,就按你说得来吧。 成,那我们就等任其后立刻施工。 刘海莲当机立断下了决定。 镇上有一些劳动力,虽然人不多, 但知道这次还要招不少人,所以也都介绍了各自的亲朋好友, 两天时间,倒是让王岐带人招了三十名工人。 看人都已经招齐,接下来就要开始动工了。 工厂的建筑,厂房大多是一层,少数的几个建筑要建个两层, 那些塔吊之类的大型机器就可以省了。 至于挖掘机、铲车、打装机、铜脚扮机等等, 都直接去了市区找专门的公司作用。 等工人全部到齐后,刘海莲一声令下, 这边就开始动工修建了。 这边劳动力的价格不算太高, 对刘海莲来说已经算很便宜了。 所以,在工人的待遇上根本没做客扣, 这么优厚的待遇,让工人们各个干尽十足。 短短几天,工程就已经如火如荼地展开, 并有了一定规模。 一周的时间弹指而过, 这天中午,徐芳的电话就响了起来。 看到来电显示, 是市里包装定制公司刘希打来的。 按了接听后,刘希爽朗的声音传来, 徐老板,现在做好十五万支瓶子了, 哪天给您送货啊? 徐芳想了想,再过个三四天, 张贵星那边的牛奶就要送来了, 现在还要做一些机器调试, 当即到,今天送来一趟, 然后五天后再送来一趟。 好嘞,没问题,待会就送过去, 大概下午三点能到。 徐芳对这个效率很满意, 挂了电话吃过午饭, 休息了会儿等到两点半, 徐芳便开车到了厂里。 工厂里的工人这些天都没什么事, 徐芳干脆都给叫来在建筑队里上班。 等到三点送货的人来了, 徐芳便叫上一些工人帮忙卸货。 等货物都卸完, 徐芳让其他继续去工地干活, 只留下两名工人一起调试装瓶的步骤。 一直到下午五点, 调试的工作才正式做好。 截止到现在, 徐芳这个营养品的厂子, 所有准备工作才算是正式完成。 现在只要等些牛奶送来后, 就可以立刻进行加工了。 一日一早, 徐芳便把之前的那些工人 全部从工地上拉了回来。 徐老板, 咱们要开工了, 工人卢雄反应快, 立刻问了句。 看着其他人也都目光殷切地注视自己, 徐芳微笑道, 想正式加工牛奶还得两天后, 不过时间也快了。 咱们这两天开始大扫除, 将咱们工厂里里外外全部打扫干净, 咱们生产得给人喝的东西, 一定要安全, 卫生, 质量过关, 现在开始打扫。 听到徐芳的吩咐, 众人精神一震, 立刻开始忙活去了。 一旁刘海莲听着徐芳的话, 悄悄对徐芳竖起了大拇指, 让大家感觉自己公司生产的东西质量好, 工人对公司的归属感就会越强。 你这老狐狸太会用人了, 那是必须的, 咱们生产的东西要是不好, 大家跟同行聊天腰杆也挺不值。 但如果咱们是国内最好的奶厂, 那大家只要还在这行干, 很难离开咱们公司啊。 徐芳笑道, 换成你们建筑公司也一样, 让大家感觉你们是国内最优秀的建筑公司, 只要你们福利待遇跟上, 人才永远会优先选择你们。 刘海连点点头, 感慨道, 确实是这样啊, 但有些难, 我们起步得晚。 有不少几十年的老牌建筑公司, 他们的名声和口碑都很不错, 而且, 还有不少国外的建筑公司跟我们抢夺市场, 我们这个两年不到的新公司, 让所有人才认同的目标还很远啊。 徐芳文言摆摆手, 给刘海连打气, 话可不能这么说, 你想想, 你们亲手打造了越海村风景区, 让整个世界的人都知道有这么个地方。 而且, 越海村集团的各个工厂, 秀兰大酒店和火锅店的装修, 甚至小区的装修, 建设, 这么多亮眼的工程说出去, 你们的地位和口碑都很不错啊。 只要公关团队做到位, 名气多炒作炒作, 跟那些大公司比也不差多少。 我们能有今天这个程度, 大半还是靠运气, 多亏当时遇到了你。 刘海连感激地看了眼徐芳, 笑道, 等这次你这工厂完工, 我们就开始炒作我们公司, 争取大干一场, 今年多接一些活。 加油, 徐芳鼓励道。 嗯, 刘海连重重点了点头, 工人们的干劲很足, 擦屋顶, 擦墙壁, 清理机器, 扫地冲洗, 因为建筑的面积不大, 今天一天, 厂子就已经清扫得差不多了。 接下来两天让厂子风干后, 就等牛奶的到来了。 两天的时间弹指而过, 这天晚上, 徐芳手机忽然响了起来。 看了看号码, 是张贵星的, 徐芳快速按了接听。 接起电话后, 徐芳笑道, 张大哥, 找我有事吗? 徐老弟, 明天牛奶 就能送货了, 你那方便接收吗? 张贵星豪爽的声音传来, 不过语气中的那丝紧张环事被徐芳捕捉到了。 微微一笑, 徐芳温和道, 当然, 大概几点能送来。 听到徐芳肯定地回答, 张贵星也松了口气, 笑道, 明天八点送货, 八点四十就能到, 怎么样? 没问题, 大概多少货? 徐芳问道, 现在量少, 也就两万五千斤, 不过随着时间, 咱们每天提供的量都会有涨幅, 三个月后会有很大的提升。 怎么样老弟, 你能消化这么多吗? 张贵星笑问道, 徐芳翻了个白眼, 无奈道, 张大哥, 你尽管送来, 只要质量靠谱, 有多少送多少来。 这几天, 我会测试下发售效果, 我还是建议你这边再扩大点规模, 我感觉你那边的供货量还是有点小。 虽然被徐芳嫌弃, 但张贵星并不生气, 徐芳的需求量越大, 他的生意也就越好。 笑道, 成, 那我这些天在扩大下规模, 你那边产品的出售效果, 及时跟我反馈下啊。 没问题, 徐芳知道, 只凭自己一句话, 并不能让张贵星信他, 能让奶制品大卖。 但如果自己生产的奶制品销售火爆, 自己再跟他签订一个需求合同, 张贵星这边, 肯定也要自己扩大生产规模了。 那咱们明天见, 明天我过去送货。 两人又客气了几句, 便挂了电话。 放下电话后, 徐芳心里也有些期待, 明天就是开始生产香血的日子了, 不知能否得到人们的认可呢? 一日一早, 徐芳便早早起来。 在院内打了一套拳后, 简单地洗漱后, 便给良女准备早餐。 吃过饭后八点, 徐芳便开车来到了工厂。 八点半, 坐在门口招待室的徐芳听到门外传来的轰鸣, 立刻站起身走了出来。 到了门口, 徐芳才发现一辆大型货车停在门口, 开车的人正是张贵心。 张贵心的媳妇坐在副驾时, 显然也顺道来参观徐芳这奶厂究竟啥样。 千等万等, 你这牛奶终于生产出来了。 看到张贵心, 徐芳率先感慨一句, 可不是吗? 我这心里也着急啊, 从咱们签约到现在, 也得大半年了, 时间跨度太长了, 这期间, 我真怕你没有做奶制品的心情。 现在好了, 咱们都放心了。 张贵心感慨了一声, 两人能有现在的合作当真不容易。 能合作就好, 把车开进去吧, 咱们有储藏鲜奶的地方。 徐芳让杨莲把工厂 大门打开, 张贵心则跳上车, 将车开进了工厂。 考虑到以后张贵心这边送奶会比较早, 徐芳给工人订的上班时间 是早上八点半到下午五点半, 这个时间了, 而且还是第一天上班, 工人都提前到了。 工人们在奶厂都工作了不短的时间, 对装卸牛奶都得心应手, 等张贵心将车停好后, 立刻就有人推出储存牛奶的工具, 在车的出水口开始接。 等着一车鲜奶全部倒完, 核对之后的数量跟张贵心记录的一样, 一共两万五千一百多斤。 对这个数徐芳还算满意, 让大家把鲜奶放进冷库。 张贵心从车里取出一杯牛奶, 倒点在手心给徐芳展示, 老弟, 牛奶的质量我们已经检测过了, 在国内绝对是杠杠的, 你随意检测, 有任何问题尽管找我。 张大哥的货我肯定放心, 只要你能保证质量, 咱们的合作一定能顺顺利利。 徐芳认真道, 哈哈, 跟徐老弟合作就是痛快, 成, 你们第一天加工生产, 我就不给你添乱子了。 等你这边稳定下来, 咱俩再好好喝一个。 张贵心大笑一声, 挥手跟徐芳道别。 等张贵心走后, 徐芳便招呼大家回到了车间。 老板, 要开始吗? 卢雄问道。 开始吧, 徐芳点点头。 随着徐芳一声令下, 众人也开始忙活起来。 之前运输来的鲜牛奶, 被众人快速拉到车间, 首先开始了原奶检验。 不管这牛奶是谁送来的, 牛奶都要必须检测的。 这边取样检测, 其他牛奶则开始过滤, 冷却, 进行牛奶的第一次出步处理。 不多会, 杨莲就拿着检测报告过来了。 这质量算是不错的吧? 徐芳笑道。 对, 牛奶质量在国内算顶尖的了, 杨莲眼里也有些讶异。 徐总, 咱们的牛奶选这么好的, 价格肯定也贵, 会有顾客人吗? 当然, 现在是产品为王的时代, 谁生产出来的东西好谁的东西才能卖钱。 徐芳解释道, 等这边牛奶已经全部过滤, 就要进入标准化系统, 进行预热、 净乳、 浓缩、 杀菌、 冷却等操作。 虽然生产流程很麻烦, 但为了食品安全, 这里面的每个环节每个步骤都不能出错。 等牛奶经过第一次杀菌后, 就开始收集储存, 然后开始第二次加工。 将牛奶倒入机器中后, 又开始了预热、 脱气。 那边中药材在机器中也已经加工完成, 此刻按照预定的比例倒入牛奶中, 开始进行均制, 预保温、 灭菌、 冷却等步骤。 将这些都全部搞定, 前期的流程才算做好。 而此刻时间都已经到了下午。 将配置好的奶制品, 经过无菌输送系统后, 最终这些奶制品到了无菌灌装去。 之前准备好的奶瓶, 此刻也终于派上了用场。 经过全面消毒处理后的奶瓶, 经过机器传送带到达灌装口, 等机器将牛奶装满后, 机器直接将口封住。 于是, 第一批香血奶制品, 终于顺着传送带跑了出来, 一直到了装货的区域。 喷码设备已经打开, 在奶瓶传送过来后, 生产编号、 生产日期被机器很有规律地喷了上去。 将已经完工的奶制品处理好后, 工人们也开始忙活了。 早就准备好的箱子拿出来, 将每瓶牛奶装进了箱子里。 刘海莲今天也没去监工, 反而跟着徐芳进了奶厂。 看到大家在这里装箱, 刘海莲笑道, 产品终于出来了呀。 徐芳此刻却皱着眉头眉说话。 看到徐芳的异常, 刘海莲不禁推了把徐芳, 想啥呢? 这么入神。 被刘海莲这么一推, 徐芳顿时反应过来, 苦笑着摇了摇头, 忘了加一个设备。 一些大型奶厂其实是有装箱系统的, 可以自动装箱, 大大缩减了人力。 但这个奶厂之前规模不大, 能养活这么人都已经很不容易。 而一个机器显然是非常贵的, 装箱机器倒是被省略了。 而徐芳之前只关注了主要的生产流程, 对最后的这种零碎步骤倒是忽略了。 装箱设备, 刘海莲很聪明, 虽然她不从事奶制品行业, 但之前要给徐芳建工厂, 也恶补了奶厂的一些知识。 此刻看徐芳的眼神, 就大概猜了出来。 对, 徐芳点了点头。 刘海莲看着工人有条不紊的工作, 笑道, 你看看这些工人, 以前想来也没有装箱系统, 现在倒不当个干活, 这几天你看看设备, 订购一台送来呗。 徐芳文言点点头, 嗯, 还好现在生产数量少, 晚上回去我看看设备, 这边的奶厂很多, 不少设备都好买。 那些工人干活都比较勤快, 不多会儿, 一堆箱子就落得很高了。 看箱子已经堆得很高了, 立刻有人将拉车拉了过来, 将这些奶制品朝储藏室拉去。 一直到下午六点, 今天所有的奶制品终于生产出来, 一共生产了3153项。 对这个数量, 徐芳已经很满意, 看着大家都很辛苦, 而且是第一天正式开工, 徐芳拉着大火一起下了管子。 对于如此豪爽的老板, 大家心里又认可了几分。 晚上八点, 人们才都散去, 徐芳也回了自己住处。 并没着急休息, 徐芳在网上找到了自动装箱的设备, 不看不知道。 这一看才知道这款机器并不便宜, 也得小几十万。 从长期的利润来看, 这钱花得很值, 当即也没犹豫, 打电话将这机器订购了下来。 确定了明天就开始来安装调试, 徐芳心里才长舒口气。 从今天工作的状态来看, 现在的生产也就是规模比较小, 但生产流程都很成熟。 接下来的工作, 就是怎么把这些营养品卖出去了呀? 其实徐芳还是非常有优势的。 现在卖产品, 只要有完善的宣传渠道, 哪怕只是一瓶矿泉水都能热销。 而这种营养丰富的优质营养品, 只要宣传到位, 也能厮杀出市场来。 徐芳现在不缺营销手段, 广告这块它向来不小气, 而且它也有不少自有平台可以宣传。 比如越海村官网, 比如秀兰大酒店的微博, 甚至还有个大杀器FC家教平台。 这三个地方都是人气超高, 而且当次够高, 卖营养品的话一定能卖出去。 但徐芳还需要名气, 让大家都认可这款产品。 躺在床上玩手机的徐芳, 眼光一扫, 在浏览网页的时候, 忽然看到了一条新闻, 学生出现肠胃炎, 一似喝营养品导致。 看到这个, 徐芳心中一动, 打开了浏览器, 搜索了相关的内容。 这不搜不知道, 一搜还真把徐芳吓了一跳。 不少营养品多多少少都有些问题, 徐芳专门看了看一些销售大火的营养品配方, 眉头也紧紧皱在了一起。 营养品有问题的不在少数, 但更多的营养品虚假广告还是不少。 不断吹嘘, 喝了会补充多少营养, 其实营养价值跟平价的牛奶鸡蛋又有什么区别? 有时候没安全问题, 不代表质量真的好。 你压营养没那么多, 却对外吹嘘把自己夸得天花乱坠, 借机卖取高价, 这赚的也是黑心钱啊。 就像做官, 哪怕不贪, 但不作为也是错误啊。 深吸口气, 徐芳从床上坐了起来, 打开笔记本电脑开始写宣传文案。 等徐芳将广告文案写完, 便躺在床上休息。 一日一早, 徐芳做了早餐, 和刘海莲, 王琦吃过后, 王琦便去收拾碗筷。 徐芳本想出门去烫室里, 却被刘海莲拦了下来, 徐芳, 你要去哪? 去市区。 正好, 我待会也得回去了。 刘海莲笑道, 今天就回, 徐芳有些诧异。 对, 机票都买好了, 这边的布局和规划 其实早就稳定了, 我就是不太放心, 所以多待了几天。 以后的活让王琦盯着就行, 等后期购买机器的时候 我再过来监工。 徐芳文言点了点头, 笑道, 成, 那我送你去机场。 好嘞, 刘海莲也没矫情, 收拾下行李, 便和徐芳出了门。 将刘海莲送到了机场, 徐芳则开车 来到了这边的顺丰快递网点。 顺丰作为国内公认最快的快递公司, 哪怕从内蒙古这个地方寄出去, 也不会太耽搁时间。 你好, 要寄快递还是取件, 看到徐芳进来, 立刻有营业员过来询问。 徐芳看着这中年妇女, 温和笑道, 大姐, 我想跟你们合作一下快递。 你是做淘宝的, 这中年妇女文言笑问道, 对于徐芳这类用户, 她心里还是非常喜欢的。 虽然寄快件的钱比较低, 但剩在量多。 但具体能便宜多少钱, 主要还要看徐芳的出货量。 不是, 但也差不多, 我们做的是网上销售, 你们这能送吗? 徐芳笑问。 可以, 能寄多少件? 妇女问。 目前还不确定, 预计一天能寄个几千件吧。 徐芳估算吓道。 多少, 听到徐芳的话, 妇女惊叫出来。 几千件, 怎么了? 徐芳好奇问。 几千件, 真假的你, 妇女毫不客气质疑道。 徐芳文言苦笑道, 我骗你干嘛, 没那功夫啊。 你要寄什么东西? 多重, 妇女又问。 寄奶制品, 重量不到五公斤, 也就一小箱子。 徐芳说了出来, 咱们顺丰计快递速度很快, 但价格稍微贵点。 不多说, 一天能寄出一千件, 我们上门取货。 每件给你算十块钱, 当地的更便宜。 怎么样? 妇女问道。 一件八块, 徐芳给出了最低的报价。 八块, 你这也太低了吧。 听到徐芳的话, 妇女立刻叫了出来。 我不是这一家产业, 以前的出货量很大, 价格比这还低一些, 不过咱们这边确实有点远, 价格就贵了点。 要是你们不乐意, 我们可以找深通或者圆通, 他们六七块钱我感觉就行。 徐芳说出了自己知道的价格。 得得得, 你要一天能寄一千件, 这个我也给你送了, 妇女有些无奈地会会手。 上门取剑布, 徐芳又笑咪咪问道。 去, 去还不行吗? 妇女已经被徐芳打败了。 行, 你记一下地址。 徐芳将地址报了过去, 这次合作暂时就搞定了。 至于其他快递公司, 徐芳并没有再去联系。 这边地理位置还是偏远, 其他快递送到货不知得几天。 现在都在追求速度, 晚这么几天, 很可能会影响口碑。 回到厂子后, 时间才刚十一点多。 打开聊天软件, 徐芳给林香雪发了个消息过去。 香雪, 咱们的营养品出来了。 你找人做一份宣传图出来, 然后挂在粤海村官网上, 咱们今天开始发售。 林香雪很快就给徐芳回复, 语气很是惊喜。 这么快, 我这就找人做, 价格定多少? 徐芳, 161箱, 包邮。 林香雪, 这是牛奶还是营养品? 如果是牛奶的话, 价格就有点贵。 要是营养品价格是不是太便宜了点? 徐芳, 算是营养品吧, 营养价值比普通牛奶强好多倍, 而且无毒, 便于吸收。 具体营养价值, 我传文件给你, 绝对比市面上见到的营养品或真价实多了。 价格这块低点也好, 咱们要是跟现在那些卖药的似的, 几百上千倍的。 利润, 以后肯定要被人吐槽的。 林香雪, 成, 对了, 咱们成本大带多少? 徐芳, 加上人工, 包装, 运输, 原料, 机器损耗, 投资来算, 一瓶的成本在五块左右, 咱们还有一半的利润, 也还不错了。 林香雪, 那还不错啊, 那咱们现在每天能生产多少? 徐芳, 前期的话一天五万平左右。 电脑那边的林香雪快速计算了下, 最后又给徐芳发来了消息, 以后呢? 徐芳, 预计三个月后, 咱们每天能生产二十六万平。 林香雪发来一个翻白眼的表情, 粗略计算下, 巅峰时期一天利润一百多万, 听着还行, 但感觉没啥潜力呢, 以后还会再增补。 看到林香雪发来的消息, 徐芳也忍不住翻了个白眼, 林香雪同志, 你是不是要上天了? 你想想, 咱们当时开酒店的时候, 酒店盈利才几万块钱, 现在一天一百多万都看不上了。 林香雪发来个笑脸, 奶制品, 营养品这些东西风险很大, 听着很赚钱, 但中间稍微有一个环节错了, 咱们就要损失很多东西, 不仅仅是钱, 甚至是我们的其他产业。 对林香雪担心的, 徐芳心里很清楚。 这中间如果有一个环节出错了, 比如一批牛奶里, 如果有一些鲜奶含有病菌, 但这边杀毒没杀干净, 生产出来的营养品被人喝了, 多多少少会出现问题。 如果是微不足道的小问题, 那还好, 但如果引发了肠胃炎, 或者只是拉肚子, 一旦被曝光出来, 舆论就够大家喝一壶的。 到时赔偿别人的损失是小, 更大的损失是如何挽救企业形象和信誉。 就比如一个禽流感就能让鸡蛋价格大幅跳水, 如果奶制品出了问题, 恐怕销量短时间内会遗落千丈。 甚至徐芳的其他产业, 比如秀兰集团, 粤海村集团等, 都会受到口碑和品质的质疑。 谁也不能保证不会出错, 林香雪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 为了奶制品这点利益, 背上这么大的风险, 林香雪感觉确实不太值得。 为了打消林香雪的顾虑, 徐芳回了条消息, 先看看销售效果, 如果销售效果好, 我会把产量再朝上提一些, 咱们还是有利润赚的。 生产流程这边我们会不断加强, 你放心吧。 对徐芳, 林香雪自然放心, 跟徐芳说了句加油, 便去找美工给营养品做宣传图去了。 一直到晚上八点, 宣传图才正式做好。 林香雪发给徐芳后, 徐芳仔细看了看, 才满意地点了点头。 这种营养品, 主要得突出两点。 第一, 安全, 第二, 营养, 然后再在性价比上分析分析, 差不多就大功告成了。 这宣传图, 很真实地反映了香雪营养品的安全和功效, 描述的确实很让人心动。 不过这里的大多参数都是徐芳写的, 美工不过是设计了一些图罢了。 把这套宣传图发给刘安, 让他挂在粤海村官网后台, 在首页给一个比较靠谱的位置。 现在的粤海村官网, 每天来浏览商品的用户已经很多了, 因为这里的东西都是精挑细选, 质量好, 价格公道, 省去了顾客不断在同类商品比较的麻烦。 而这款香雪营养品刚一上线, 也吸引了不少顾客的关注。 徐芳对此并没在意, 而是把自己之前写的文案发给了刘安, 并给刘安留了条消息。 刘总, 在FZ家教平台上把这款营养品的链接挂上去。 FZ家教平台自从创建以来, 就以很强势的姿态迅速在考生、 家长和大学生圈子里流行。 因为家教资源足够的优秀, 迅速形成了优秀的口碑。 借着这种势头, 在燕京、浦海、金陵等地方全面开花后, 便以迅猛之态席卷了全国。 而FZ家教平台也得到了华夏高层的重视, 以一些从业教育的资深专家分析。 这个平台的出现, 让整个教育事业朝前迈出了一大步。 FZ家教平台赚取的钱, 除了给公司正常运营外, 其他的资金全部捐给了贫困地区当教育资金, 这种完全公益的行为, 也让FZ家教平台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可。 这个关注度很高的平台, 却在今晚出现了一条广告。 在首页最上方的横幅里, 赫然拉起了一条给您的孩子来一份货真价实的营养饮品广告。 现在刚八点出头, 正是上网的高峰期。 不少家长看到这个广告, 也都顺手打开了。 映入眼帘的, 就是徐芳写的那条软文, 内容大致如下。 大家好, 我是FZ家教平台创始人之一, 徐芳。 很荣幸大家能接受FZ, 并让我们发展壮大, 在这里说一声感谢。 去年六月, 我一朋友家的孩子适逢高三, 到了学子人生中很重要的阶段。 家长们都希望望子成龙, 望女成凤, 朋友也跟大多家长们一样, 担心孩子学习压力太重, 给孩子买了营养品。 刚开始确实有点效果, 但过了一个月, 延续服用营养品的孩子 却进了医院。 当朋友跟我抱怨时, 我当时并不以为意。 我对营养品市场了解的不多, 但当时我还是查了下 国内的营养品市场, 当深入了解后, 心情久久难以平静。 不少营养品生产工艺粗糙, 质量严重不过关, 一些产品板肠杆菌超标, 一些亚硝酸盐含量超标, 有的会被小金属颗粒, 润滑油等物质污染, 各种各样的问题, 也让营养品的市场十分紊乱。 而我又看了一些口碑 很好的营养品公司, 打着高昂的价格, 做到的只是普通牛奶的营养价值, 唯一有所提成的 不过是保证了营养品的安全。 与其购买这些产品, 倒不如直接去买纯牛奶合适。 深深学子, 是我们上面的栋梁之财, 却使有一些黑心商人为了利益, 大大阻碍了人才的成长, 这些, 都是罪人。 为了防止欺骗的延续, 也为了重新定义营养品, 我们粤海村中药公司, 采用了古代雄鸡奶的配方, 研制出了香血营养品。 香血营养品采用的主原料是牛奶, 牛奶源自西林郭勒草原。 西林郭勒草原面积广阔, 水草丰美, 从元氏祖忽必烈定都在上都城起, 这地方就成了皇家牧场。 后来又有五位皇帝在这里登基加冕, 经王朝建立后, 也将西林郭勒定位为皇家牧场。 而我们又在西林郭勒的各大牧场精挑细选, 终于选出了质地最顶尖的奶源。 之后添加了16种名贵中药材, 拥有全面的蛋白质、热能、维生素、 矿物质、微量元素。 不管是营养种类、营养含量、营养吸收率还是口感, 都原领先于其他营养品。 除了正常的饮食外, 一瓶香血轻松解决孩子营养所需, 我们保证, 我们生产出来的每一份产品都安全, 我们保证, 每一份产品都营养丰富, 宣传属实。 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产品, 能帮助更多的学子补充营养, 可以全身心投入到学习中去。 价格为每瓶10元, 每箱160元包邮。 为了保证每位顾客购买的产品都获真价时, 我们只在粤海村官网发售, 其他任何地方出售均为假冒伪劣产品。 将这些写完, 下发附带着购买的链接。 徐芳将这个挂在FZ家教平台后, 似乎感觉还不够, 又打开了秀兰大酒店的微博, 又把香血营养品的广告发了一次。 将这些都做完, 徐芳也休息了下。 到时具体能卖多少, 全都看天意。 不过徐芳的心态很好, 这种东西广告宣传是一方面, 后期的销售还是要看口碑的。 只要第一批购买的用户, 对这款营养品都予以好评, 那这款产品就离成功不远了。 某市区, 一名中年女人看完了这篇广告, 想着家里的孩子吃的营养品, 效果到现在没看出来, 孩子脸上却起满了痘痘, 也不禁怀疑自己高价买来的营养品 是不是有问题。 既然那个营养品没什么效果, 不妨买这个试试, 打定主意, 这个女人打开了那个购买链接。 虽然需要注册岳父宝, 但岳父宝因为岳海村官网 以及超能电池的出现, 此刻名气也不小, 她也不会怀疑这款支付软件的安全, 也不嫌麻烦都顺手注册使用了岳父宝, 成功提交了订单。 想到自己侄子再读高二, 干脆她又把这款营养品推荐给了自己嫂子。 嫂子, 你看看这款营养品, FZ家教平台推荐的, 你们要不要给孩子买一箱试试? 那边很快就传来了消息, 那个名气很大的FZ家教平台吗? 我这去看看。 这时候, 品牌效应就出来了, FZ家教平台的口碑本就不错, 如今她推荐的东西, 大家在心里上会认为这是好的, 但凡看到的家长, 几乎都有购买的冲动。 晚上九点半, 徐芳正准备上汇网休息, 就看到了林香雪发来的消息, 徐芳, 快去看看营养品的订单量。 看到林香雪发来的消息, 徐芳心里大概有了预感, 这营养品的销量应该还可以, 当即也没犹豫, 自己的电脑一直没关, 打开后台看了看销量, 徐芳的眼睛瞬间瞪大。 这才一小时出头, 网站后台赫然提示, 产品已经全部售庆, 我去, 这么猛, 看到这个数字, 徐芳眼睛都瞪大了。 这时候, 张贵星肯定还没休息, 徐芳找出张贵星的电话打了过去, 电话很快被接通, 张贵星爽朗的声音传来, 徐老弟, 你找我有事啊。 张大哥, 我们奶制品第一天的销量出来了, 生产出来的产品今天已经全部售庆, 你这边还得加大产奶量啊。 徐芳催促道, 今天, 全部售庆, 不是今天才生产出来吗? 张贵星差一问, 之前不是跟你说过吗? 我有销售渠道, 卖出去很正常。 徐芳自信道, 听到徐芳的话, 张贵星沉默了吓道, 想一天就提高产量那肯定不可能, 明天我就全国多跑跑, 再挑选一些优质奶牛回来, 争取下个月再给你提点产量。 徐芳文言心里一喜, 笑道, 那就谢谢张大哥了, 质量这块千万不能掉下去。 这你放心, 用质量不合格的牛奶岂不是自杂招牌? 张贵星笃定说了句, 紧接着问道, 对了, 你这边最高能用多少牛奶, 如果咱们之前说的数量还不够, 我再多饲养一匹奶牛。 徐芳考虑了下说道, 在咱们原来说的需求基础上, 今年可以再提升三倍。 三倍, 听到徐芳的话, 张贵星惊叫出来, 你知道那是多少吗? 当然知道, 这对你来说很困难吗? 徐芳笑问, 困难, 当然困难, 这些优质的奶牛不是这么好找的, 每一头奶牛都得精挑细选, 提升三倍我尽量做到, 就是你确定能消化宗啊。 这你放心, 你拟定一份协议, 等以后送奶过来的时候, 咱俩顺便签了。 以后我们不仅仅做营养品, 咱们国产的奶粉一直得不到大家承认, 以后我这边可能还会做优质奶粉, 需求不会少的。 徐芳保证道, 虽然把奶牛的规模再提升三倍很难, 但此刻的张贵星还是无比的兴奋, 当即震升道, 好, 我明天再找人把我的饲养场扩大三倍, 以后生意圈都要仰仗徐老弟你了。 相互合作, 相互合作啊。 徐芳谦虚道, 挂了电话, 徐芳跟林香雪聊会儿天便休息去了。 第二天一早, 张贵星的牛奶就送来了。 张贵星的效率很快, 不仅送来了牛奶, 昨天跟徐芳说的订购协议也拟定好了。 不过这压眼睛带着血丝, 显然昨天没休息好。 徐芳看了看协议, 并没有什么问题, 爽快在上面签了字, 这份合作也终于确定。 正当工人们装卸牛奶的时候, 又有一辆车停在了奶厂门口。 徐芳好奇看了看, 就见一人脑袋从车窗探了出来, 冲着徐芳喊道, 哥们, 这家工厂有没有叫徐芳的? 我就是, 你们是徐芳皱眉走了出来, 送装箱机的。 那人闻言, 眼睛一亮, 立刻叫道。 装箱机, 听到这个徐芳顿时反应过来, 昨天看到工人们装箱的时候, 全是用手, 顺道就订购了装箱机。 快请进, 车间在这边。 徐芳招呼一声, 带着这些安装工人来到了车间。 之前就给了他们包装箱和奶瓶的尺寸, 出售装箱机的公司也按要求调好了参数。 安装后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无非是调整一下装箱速度。 张贵星还没走, 看到徐芳购买的装箱机笑道, 这玩意可不便宜啊。 是挺贵的, 不过能节省点人力, 也是值得了。 徐芳笑了笑道, 这个工厂之前的布局, 只能说在小作坊里算不错的, 设备和布局都不合理。 等三个月后, 我们工厂会全部改变, 到时不管是产量还是产品质量, 都会有一定提升。 张贵星眼里有些惊讶, 当时他帮徐芳寻找奶厂的时候, 专门挑选的还不错的工厂, 没想到这样的规模在徐芳眼里还是个渣。 也正因为这样, 张贵星对徐芳的前景也愈发看好, 震声道, 越专业越好。 所以, 奶源这块你还得多费费心啊。 徐芳笑了笑, 这肯定的, 绝对不给你掉链子。 今天送来的鲜牛奶比昨天差不多, 徐芳记下了数目, 便让工人把牛奶进行检测。 检测完毕后, 这些牛奶迅速投入到了机器中, 准备进行批量生产。 看一切流程走完, 徐芳也没留在车间, 而是来到了办公室。 找出电话, 徐芳给顺丰快递的那个老板娘 打了个电话过去。 电话很快被接通, 那名中年妇女的声音传来, 您好, 这里是顺丰快递。 老板, 我是徐芳, 昨天跟你谈合作的那个。 徐芳先介绍自己。 对徐芳, 这名中年妇女很有印象, 文言立刻热情道, 徐老板你好, 有什么事吗? 要寄东西? 对, 昨天有三千多单货, 今天预计也有三千多单货, 务比今天全部出来, 你们能送妥当不? 徐芳好奇问, 你说多少? 中年妇女震惊问, 一共预计得六千多单。 徐芳说出了实情, 成, 那我这过去取货啊。 中年妇女问道, 可以呀, 最好多带一些快递单来。 徐芳说道, 成, 我这带单子过去, 地址还是昨天那个没错吧? 没问题。 徐芳认真道, 好, 我这过去取。 中年妇女说完, 便挂了电话, 快速开车, 朝这边赶来。 徐芳此刻慢悠悠打开越海村官网, 将香雪营养品的数量改成了三千一百。 昨天授庆之后, 今天就说清楚了九点开始发售, 也不知这些家长是碰巧, 还是早就在此蹲守, 随着徐芳把产品放出, 一个个下单的提醒就出来了。 看着这喜人的掌势, 徐芳心里也一阵愉悦。 两小时后, 那中年妇女就跟一名司机来到了工厂。 看到徐芳后, 中年妇女热情道, 徐老板, 货在哪儿呢? 徐芳将中年妇女和司机迎进了接待室, 杨莲早有准备, 迅速给几人倒了杯茶。 货都在后面, 不过快递单都没贴, 你们带单子来了吗? 徐芳问道。 带了带了, 小刘, 去把订单拿来。 我们纳的订单, 库存也不多, 先给你带了五万份, 等过几天多带一些来。 中年妇女跟徐芳解释了一句, 够用一段时间了, 以后补上就行。 徐芳点点头, 表示理解。 司机很快用推车推了个三个箱子进来, 里面显然就是订单了。 徐芳帮忙堆放在了门口, 然后在越海村官往后台把订单全部倒出后, 然后将快递单子放在准备好的机器中, 随即点击了打印。 随着嗡嗡的声音, 打印机迅速开始了工作, 一个个订单被打印了出来。 徐芳也没怠慢, 等这些订单打印出一些后, 便带着几人去贴订单。 订单一直在产生, 一直到中午结束, 今天的营养品还没生产完, 但今天的货都已经受空。 虽然后在这里的时间挺长, 但中年妇女却没有半点不悦, 就凭人家这出单速度, 完全就值得她多等一会儿。 况且这还只是第一天, 等以后徐芳这边会自己把订单贴好, 他们直接来拉货就可以了。 而因为装箱的过程, 有了机器代替, 效率无疑提升了很多, 至少在生产牛奶的环节, 速度就提了一倍。 下午两点半, 牛奶就已经全部生产完毕。 这群工人一起过来贴单帮忙, 很快, 所有货都已经贴上了物流单子。 美女, 我也不跟你细算多少, 一共是六千二百五十箱子, 我先按这个数量给你汇款, 你回去之后再仔细核对下, 要是有问题给我打电话, 少了我下次给你补上。 徐芳笑道, 差不多, 徐老板这么敞量的人, 还能在这点钱上坑我咋的。 中年妇女也没在意, 笑道, 徐老板, 得麻烦你们工人一起帮忙装个车。 这六千多箱牛奶可不是小数目, 虽然箱子不大, 但也有二十多吨。 这次顺丰确实没准备到位, 徐芳也没怠慢, 之前厂子里还有一辆小货车。 当时原来的老板并没带走, 徐芳找个会开车的工人帮忙, 将这些货一起拉到了市区。 距离这边比较近的地区, 明天肯定可以收到, 但越东省这些比较远的地方, 可能就得后天了。 现在订单还少, 等以后营养品可以大规模生产, 到时则可以在各个地区设立好固定的发货点。 有了这次发货的经验, 接下来几天, 工作就有条不紊的进展开了。 现在大概下午两点, 所有营养品都能生产完成, 一点半左右, 杨连就会打印订单。 等大家休息一会儿, 两点半开始贴订单。 而快递的车则是下午三, 点半到, 四点就能发车走人。 香血营养品虽然现在没多少利润, 但如果一切按正常轨迹发展, 绝对会成为国内乳业里的龙头。 徐芳在这边又待了四天, 所有流程大家也都做得很熟练, 徐芳也没在久留, 跟杨连交代清楚, 让她全权负责这边的情况, 有问题随时跟她联系。 交代清楚后, 徐芳便坐车来到机场, 坐飞机朝青云市赶去。 这次回去, 不仅仅要整顿企业接下来的发展, 郑秀兰那边的事, 徐芳也迫切想要解决了。